唐燕罗靖是娱乐圈出名的模范夫妻 自结婚后就一直很低调 最近却有网友爆料两人一次婚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初两人恋爱期间 半年内分手六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与如今婚变是否有关联 相信小伙伴们都非常好奇 唐燕出道后发展与罗靖大不相同 两人最终会走到一起 可见缘分多 深受唐燕家境比较普通 但父母对他的爱却不普通 为了培养女儿的才艺 其父母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小时候唐燕的父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 一边拿着教条 一边监督他弹钢琴 也是因为这样的教育 才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唐燕 可同样是因为如此 让唐燕与父亲之间产生可合 直到多年后 在某档采访节目上 唐燕才彻底与父亲和解 唐燕罗靖曾合作过很多部电视剧 在官宣恋情之前 绯闻就闹得沸沸扬扬 就算两人一直否认 绯闻也从未停止 唐燕对这段恋情如此谨慎 完全是因为在感情中被伤害得太深 下家三千斤是唐燕事业的起点 也是他感情受伤最深的地方 因为这部剧 他与秋泽相识 两人因习生情 很快走到一起 只是秋泽以害怕耽误事业为由 拒绝与唐燕公开恋情 早已失去理智的唐燕 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其实这不过是秋泽不想负责任的托词而已 与秋泽相恋的几年时间里 唐燕可以说受尽委屈 只有有时间就会去秋泽家里为其打扫卫生 某次下楼倒垃圾的时候 因为打扮得不够严实 被秋泽当众怒斥 面对记者的采访 秋泽总是会刻意与唐燕保持距离 对外回应绯闻都是虚假的 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 真实情况则是不久之前唐燕还为其倖声 就算唐燕如此卑微 依旧没有留住秋泽 秋泽深夜带那摩回家的消息曝光后 两人彻底分手 唐燕在感情中深受打击 房间传门唐燕甚至一度想放弃声明 半夜被拉到一眼极秀 这段感情结束后 秋泽被打上渣男的标签 消失在娱乐圈 而唐燕在拍论时 佳人时与罗靖相识 两人因在剧中太过亲密 传出绯闻 还曾传出杨密界探班机会 为好友把关的消息 只是罗靖很快就澄清了绯闻 声称相处时间久了 像是哥们两人的缘分 并没有因为一分澄清而断裂 2013年 两人再次合作 他们之间的绯闻也再次生计 导演于正在接受采访时 还为这段绯闻火上浇油 表示罗靖在片场 对唐燕的照顾无微不至 不过很快罗靖再次否认 他解释说 女演员在片场比较辛苦 照顾唐燕是正常的 一年之后 唐燕罗靖第三次合作拍摄美人之灶 在拍摄期间 房间传闻唐燕已经带着罗靖见过家长 两人早已秘密订婚 不过消息很快遭到罗靖工作室的反对 唐燕也很快发文称 爆料没有任何可信度 2015年 两人合作克拉恋人 剧中男二上尾 最终爆得美人归的剧情 至今都是娱乐圈的新鲜事 在这部剧播出时 两人的绯闻就更加热闹了 连广大网友都认为 其实他们早已偷偷订婚了 锦绣为央视两人第四次在剧中扮演情侣 不得不说他们的缘分 是在吸很多明星为了避免审美疲劳 不会进行多次合作 但唐燕 罗靖却一点不在乎 看过花絮的人都知道 这部电视剧花絮比正片更加甜蜜 说两人不是情侣都没人相信 在片场还经常抱在一起 只是在锦绣为央的发布会上 有记者问起两人的恋爱时 他们依旧否认了 不过童年唐燕在过生日时 两人直接官宣了恋情 罗靖还将自己的童年照 与唐燕批在一起 简直毫无违和感 高调官宣后 两人又合作了一部电视剧 不过他们并不想拿练习来炒作 所以从拍摄到播出意识非常低调 2017年 两人曾一起参加某台春晚录制 舞台上 他们不仅默契十足 还非常恩爱 只是不久之后 就传出两人一次分手的传门 甚至还有媒体爆出路透图 暗示罗靖对唐燕爱搭不理 自自两人关系成一论焦点 不过很快谣言就被两人成心 唐燕不仅去探班 罗靖两人还共度凉消 这样秀恩爱的方式直接又大胆 之后 唐燕 罗靖互动逐渐增多 比如罗靖教唐燕满滑板 为其浪满庆生等等 2018年 两人正式举办婚礼 婚礼非常低调 但从唐燕晒出的照片来看 可见其到底多幸福 结婚后 唐燕很快有了爱情接近 为了照顾孩子 他很好出来工作 而他和罗靖的感情 却从未让人怀疑 最近有媒体爆料 两人一四一二胎问题产生争执 可能会导致婚变 只是并没有多少粉丝相信 毕竟罗靖对唐燕的宠爱 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为了孩子 破坏夫妻双方的感情 当初两人在恋爱期间 半年内分手了六次 每次都是罗靖主动求和 给唐燕打电话 领导来打吧 才让这段感情继续走下去 唐燕结婚后 一直处于半隐退状态 罗靖将其保护得很好 夫妻感情坚如磐石 分辨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此你们怎么看 最后要こう 我们在做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